大家好,我是阿豪豪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一下水墨林的採礦工略 那如何在短時間內賺大錢就是靠這個 那之前熔岩洞也有很多人拍啊 我們決定做一個水墨林的教學影片 一開始我們要先做出P字S的這個套裝 然後這個套裝 首要是要拿它的那個地質學LV3 再來我們選擇獵人筆記的小型魔物清單 那裡面的素材是要打一些小型魔物 那我們就選擇素材然後找進階 然後再去找你要的材料是哪一個魔物才可以挖渠道的 再來我們再去打工啦 我們打工的定點就是選擇在水墨林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你的環境資訊一定要刷出礦石增值 這樣子我們刷礦石的私心那個口口才會多 再來我們吃飯也是很講究啦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選擇團石收穫技 這樣子我們採集的時間才會縮短 再來我們第二顆丸子是選擇飛行走壁達人 那我本身護石也是帶一顆LV2的 這樣可以減少我們在壁面上奔跑的耐力消耗 那第三顆就是青菜帶啦 OK那我們走出來營地就會看到第一顆礦石 那我們採完第一顆礦石之後呢 我們旁邊有一個點 我們往上看就會看到很多蟲 那我們要往上爬 那爬上去之後右邊這邊有蜂蜜啊 那就是見仁見智要撿就撿 不過個人是推薦撿 那再來我們要面向這個小金字塔 這是一個重點 然後我們要直接飛過去 就是比較可以節省時間啦 那再來我們就是往上爬 因為這個小金字塔 它裡面有礦石 那我們走的這個面呢 是在它的側面 所以我們要繞去它的正面 裡面有一顆 那採完之後轉過來 其實這個牆壁上是有一個獨角仙 就是國王獨角仙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面海 那橋跟海的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跳過去 跳過去直接轉向 就會看到一顆礦石 所以就給它踩起來 踩起來之後我們就直接飛復營地 那我們復營地的右邊 馬上就有一顆 那踩完之後我們就是轉向離開 那我們營地跳下去的右邊 馬上就一顆 那這邊往上就是一個重點 那這邊往上就是一個重點 然後轉身 然後轉身 轉身就會看到兩棵樹 轉身就會看到兩棵樹 這兩棵樹中間 直接跳下去 然後直接拉翔蟲 這邊拉得不太好 把拉翔蟲上去之後就會看到兩棵礦石 這算是一個重點 這邊要多練習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是失敗的 那我們跳出洞外直接往左邊走 這邊有一個裡面都是水的山洞 那外面就一顆礦石 那我們在深入往裡面走 這個山洞的左邊 直接往左拐 這邊還有一顆 那踩完我們直接往後看順著藤蟲的方向 往上爬 這邊又一顆 那踩完之後我們就直接出去 那出去這邊直接向右轉 這邊一個岔路向右轉 這邊也是一個轉身重點 你一開始會看到很多蟲子 直接往上爬 直接吃一個combo 那再來就是 注意就是這一棵大樹 直接往上走 這裡有一個骨頭 看到這骨頭 我們直接往前會看到兩棵 鬼火鳥 那我們直接往下跳 來去看到這一棵 那踩完之後我們是直接往旁邊走 順著這個路 直接走 那看到這邊 那我們看到這個枯樹直接往下跳 鏡頭往後拉 我們就是再看到這個礦點 好那我們現在踩完 其實這就是一個終點了 那我們踩完之後我們就直接叫狗 叫狗直接往下跳 我們這個插路向右 插路向右走到這空曠處 我們稍微往左看 我們又回到第一個礦點 那回到第二個礦點 就順便給它踩一下吧 OK 那踩完之後我們打開道具 我們把臨時道具帶的東西要放到我們的身上 就是我們道具帶 OK 放完之後我們才可以看我們的成績單 這時候直接按完成任務 我們要先刷到的礦點 不過我這只有刷一輪 我們通常都是刷好幾次 刷到環境更新 然後環境更新完之後 它的礦石增值效果就會消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結束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賣出我們剛剛踩到的礦石 首先璀璨水晶是直接賣73200塊 很多 那第二顆是亮水晶 直接賣3萬1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會龍石 直接賣18720 再來白鳩石就是24480 再來就是燕雀石 480 靈雀石 1萬7 這樣我們這場總共挖了164930塊 OK那我們今天水莫靈的挖礦教學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大家有什麼更多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讓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我是好啊大家掰掰 掰掰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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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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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